如果我們每次都是專注在對方太太的感覺 那就變成解決不了問題 第二就是專注的感覺就比起她的喘口很大 我會這樣說 如果太太說她有件事發生 接著很不開心 接著男性很想解決 是會解決不了的 因為那個女性說我現在很不開心 你慢慢跟我說解決 她是完全不會有心機去解決 她是會覺得你不關心我的感覺 所以第一件事是關心她的感覺 回應她的感覺 讓她覺得被愛被看錯 感受到她的感覺 她才會一起去處理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必定是那個感覺解決 其實男性也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男性比較容易放手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譬如有幾個男人想打架 然後你眼睛在那裡叫她不要打 她不代表她會不打 但譬如有一個願意道歉的時候 她已經回應對方的感覺 可能會立即鬆殺 所以回應感覺其實對男對女都是重要 不過對女性特別明顯 第二就是會不會令到她驕傲了呢 如果你這樣說 耶穌跟那個婦人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耶穌就令到她的自我很大 她做了女兒 耶穌都這樣跟她說話放心 神就是一個很關心人感覺的神 其實關心人的感覺 並不代表她會變成一個驕傲的人 她只是覺得一個被愛的人 被看重的人 她的生命被提升 即是被看重 於是她的生命有意義 她就能夠有力量向前去 縱壞了 這件事其實是雙方便的 所以在婚姻輔導和所有婚姻都可以有一個藥 甚麼意思呢 其實我遲些我會講一個藥 就是夫妻之間有一個藥 那藥是甚麼呢 我愛你 聆聽你 關心你 幫助你 我們一起面對問題 我不會逃避問題 不會講傷害的話 或者不去人那裏講你的不好的東西 這些就是一個藥 當這個藥的時候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都願意在主裏提升 就不像令對方 整天都發脾氣 譬如 其實 通常未結婚 那些女性就會 甚麼小姐脾氣 即是她就會 即是發猛症 嗲嗲 但是結婚之後 可能你都會覺得她會有這種情況 有時的確是她有這種情緒 但是她的情緒也有一個根源 因為她受的傷害沒有被人接納 所以她有這個情緒 還有她不覺得能夠正常地溝通 有些女性都會覺得 她好像要發脾氣才得到她的東西 所以這個又需要她醫治輔導 所以其實結婚的人 最好兩個都是健康 正面 有愛心 然後結婚 那就健康的 所以如果有時一方面是有問題 那我們就回應到她的情緒 然後當她在一個平靜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去處理雙方面有的 生命的問題 都要處理的 即是不是說結婚 那我回應她的感受 那我以後都不跟她說她的東西 即是不是這樣 即是都要面對她的東西 不過呢 你面對的時候 你就給她一些心理準備 我現在有 即是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踩她那樣的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的問題 就會好像踩她對方 就是說 我們呢 我都想有一件事 聊一下 那我心是善意的 那我過程我可能都 我相信雙方都有錯的 我有什麼錯 我都想你告訴我 我們一起處理一個問題 好嗎 即是用一種謙卑的心態 來處理一些問題 謝謝